解放軍殲16空中軌切 導致美軍偵察機機身嚴重晃動 共艦蘇州號只逼美軍驅逐艦 雙方最近距離不到一百四十公尺 直言中美遲早因為解放軍 魯莽行為擦槍走火 針對近期共機共艦頻繁挑釁 美國白宮再批解放軍不專業 刻意騷擾美軍手段粗暴 同時重申台海航行正當符合國際法 強調美軍絕不會放棄印太 不只外交軍事上野正狼化 美國眾議院議員痛批中國更海話拜登 硬起來回擊 中國軍方一週兩次海公挑釁 讓中美關係再降兵點 美方雖有意透過對話防止誤判 但面對中國這番義正言辭 相關措施是完全專業合理的 雙方隔空喊話好無共識 就怕中美衝突難以避免 區域情勢越發緊張 三里新聞和宣報道 對手你學習勢扛 家族公開 ふ視乏